作词曲 李宗盛 这两天 夜晚的月光 明镜 清凉 皎洁 我想呢 我们每个人 我们也都希望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 是一个浮躁的世界 是一个物易横流的世界 使得很多人 在向外追逐的过程中 充满着疲惫 焦虑 辛苦 我们如何才能够 每个人的内心 都既有 这样一轮 皎洁 明月 明镜 皎洁 清凉 而言经里边说 菩萨 清凉 由于 必尽空 众生 心 心水 静 时长 领 现 中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有这样一轮 清净 皎洁的夜光 为什么这个夜光 我们感受不到呢 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内心 是在一种 风暗的状态 是在一种 无明的状态 我们的内心 有很多 贪嗔痴 烦恼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 变成了一堂 浑浊的水 所以我们在这个水里边 我们什么都 看不到 这个心中呢 这个月亮 自然是显现不出来的 就像 天上的夜光 只有在 晴朗的天空 我们才能够看到 皎洁 明亮的月光 如果是 污影密布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 看到的 同样在我们 心灵天空 如果是 无明 烦恼 尘垢很厚 我们是 没有办法去感受 内心的 清凉 与宁静 我们能够感受的更多是我们自己的 幻想 幻想 情细 我们需要通过佛法的学习 我们能够看清楚 这些 这些幻想和情细 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 所产生的种种概念 想法 设定 它的本质是空的 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设定 我们不再去支持这样的一种设定 不再去执着这样的一些想法 真正的了知一切 都是如梦如饭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需要通过 禅修 通过子的信念 让我们的心在专注中 静下来 安静下来 让我们的世界 安静下来 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让我们的世界安静下来 我们心中的月亮 自然就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 进行的训练 方面要 训练我们的专注力 另外一方面呢 要信念我们的觉察力 在专注和觉察中 我们内心的 观照智慧就升起了 我们内心的月光 就升起了 所以这样一个精心的修行 对我们大家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下来 diamond 我们下来记住